帶各位來關心到是疫情的最新消息 前北市府發言人黃靜穎 他在23號臉書上證實自己確診了 他說自己其實已經打滿了3劑的疫苗 都有遵守防疫規定 他說很難想像這一天這麼快來 不知道何時才能跟大家見面 至於黃靜穎的最新說法是什麼呢 一起來看 是一直鼻水流不停 後續就出現了一些胸悶 然後會喘等等的情況 所以我就自主做了快篩兩次 兩次都是呈現陽性的反應 後來到了醫院去做了PCR的檢測 確認是確診 CT只是14 那也因為傳染力比較高 所以我選擇了住進加強型的防疫專責旅館來做隔離 那目前症狀呢 可能就是稍微的有一點胸悶 講話的時候可能會有一點喘 那吃東西吃不太到味道 這是目前大概的症狀 不過我也非常感謝昨天協助我的所有聯合醫院 陽明院區的醫護同仁 真的謝謝你們的關心 還有你們的溫暖 然後可以關心每一位病人 讓我們一起戰勝病毒 一起撐過去 那當然在這陣子 也像許多跟我接觸過的朋友們 因為我的確診而打擾到你們的生活 真的是感到非常抱歉 我想在這個過程中 我都有戴好口罩 並且遵守防疫規定 少食連制消毒等等的都有做到 我想我們應該都可以一起戰勝病毒 一起撐過去 相信這個時間通常大家在看著無報的同時 就在想這幾天都一直在想著說 接下來今天兩點鐘 指揮中心到底會公布幾例確診呢 因為這幾天確診數爆增太多了 你看看從18號開始1000多 馬上破了2000多 到現在3000多 逼近4000了 到今天沒人敢想像 那還會再往上多少呢 確實現在的疫情狀況非常非常的嚴重 當然大家都說很多人輕症啊 很多人無症狀啊 那當然這些人對他們來說呢 這次的疫情算是呢 好像是得過一次 是不是就有抗體就有免疫力了 但是對於很多人 即便是少比例少部分 但還是有這可能 所謂的中症或是重症 所以你看看 這些比例呢 雖然說不是到太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中症 重症呢 好這個字呢 我們應該是重症啦 比例雖然是比較低的 我們看到呢 中症可能是0.37% 然後呢 或者是呢 重症的部分 可能只有0.03%的百分比 但是呢 還是有一定比例啊 難道你就能確保說 不會有人死亡 不會有人在這波疫情當中喪命嗎 沒人敢保證 所以我們要告訴大家的 包含到昨天為止 中重症的部分呢 出現了有12例 而且呢 他們幾乎都是 沒有打疫苗這樣的情況 所以對於大家來說呢 打疫苗還是確實比較有保障 但大家更擔心的是什麼 小孩子啊 為什麼 小孩子就沒辦法打疫苗啊 所以呢 一定會有部分比例的 出現問題 像是怎麼樣呢 要告訴大家 因為現在講說呢 如果我們全台灣的孩子 我們就當作未滿12歲的 有200萬人好了 如果我們現在數 可能會有30%的染疫的話呢 你換算下來 60萬人耶 60萬的孩子耶 死亡率我們用1%來算了 這樣就有可能有60人 就是因為染疫而死亡 那如果說呢 15%我們算低一點 15%染疫 200萬下去算 30萬人染疫 這樣子多少人 可能因病過世 30人啊 你說這30條 難道不是命嗎 雖然目前沒有發生 可是未來有沒有可能發生 有可能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中山負一兒童急診科的主任呢 謝忠雪還就告訴大家了 估算未滿12歲兒童的死亡人數 有可能30到60人 這件事情告訴大家 絕對不是要製造恐慌 而且要告訴大家 你想要跟病毒共存 這條道路不是那麼好走的 而且我們現在是怎麼樣呢 跟病毒共存這件事情 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衝擊 當然我們另外 也看到了醫師沈正南的部分 他在臉書上PO文 他說大家你們要去跟病毒共存 你們去好了 我沒有要 為什麼他這樣講 他說他自己 現在已經準備買N95口罩 他說如果走在路上 看到有人戴著大大的帽子 戴著N95口罩在買快潮 有可能就是他本人 為什麼他是這樣子來做判斷的 因為他說在台中的部分 你不要以為現在雙北很可怕 對不對 台中的部分 他認為也並不安全 因為他說RT值來到了2.8 這比雙北還要高 什麼是RT值 就是要告訴大家 他說在一定時間內 可以傳播給多少人 這個並不是直接來看說 現在的染疫數量跟當天的確診個案 他不是有直接相關的 而是會反映在未來幾天 他整個的傳播狀況 所以現在等於說告訴大家 你不要看現在確診數 已經這麼可怕了 現在還有很多隱藏的關鍵 要大家特別特別的注意 當然現在整個的本土個案一直飆高 北農的部分也爆發了群聚 好短短一週以內累計了40人的確診 專家就覺得說現在疫情越來越嚴重 你想要恢復說像之前毫無顧忌的正常生活 除非你有足夠好的疫苗 還有充足的口服藥物 所以有醫師就預估了 剛剛提到了 這樣子目前疫情受到的衝擊 對於12歲以下的兒童 是很大的衝擊 而且預估恐怕會有30到60個孩童 因病死亡跟家人天人永隔 這件事情我們都希望不要發生 沒打疫苗就是不能進市場 北農又出現群聚 17號先驗出兩人確診 兩天後又增加到10人 短短一週內累計40人確診 因應22號三劑禁令 進入第一第二果菜市場 都要打三劑才能進入 但因為中央第三劑資料 無法借接數位通行證 市場處決定先以人工審查接種證明 或現場快篩提供快篩證明 全台疫情越來越嚴峻 專家黃令明認為 想要恢復到以前毫無顧忌的正常生活 除非有足夠好的疫苗 與充足的口服藥 否則短期內就是得適應這樣的日子 醫師沈正南則表示 要共存讓你們去把 哥要帶N95了 做出最好的防護 沈正南根計算出 台中RT值高達2.8 比雙倍還高很令人擔心 醫師謝忠學分析 未滿12歲兒童 在與病毒共存道路上 至少可能30到60人因病過世 與病毒共存 是新冠戰役的最後一里路 所受到的衝擊 絕對前所未見 無法避免將面臨一陣混亂局勢 正在提醒 以臺灣目前現況 真的要走到與病毒共存 藥物疫苗都要準備充足 否則要付出的代價會很大 記者余順行曹昭元 台北采訪不到 持續我們還是要來關注到 是疫情有關的話題了 因為現在來說 雖然我們覺得說 好像這個疫情真是有夠誇張 但有些的數據數字會說話 到底狀況是怎麼樣 先來告訴大家了 現在指揮中心的資料當中 要告訴大家的是什麼 以目前來說 我們現在全臺灣專責 跟負壓病床 總共有多少 6144床 空床3773床 滿床率多少 38.6 好換算下來 就是衛福部長陳時中說的 專責加上負壓病房 空床率 還有61.4 好 61.4%的空床率 你說還有這兩個字 代表說很綽綽有餘 很夠用是不是 他說雙北絕對比這個還低 看起來好像沒有那麼緊繃 但實際上狀況如何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到在土城這邊 現在的症床率來到80% 輔大醫院症床率90% 幾乎是要滿床了 還有零狗長哥他們也說 確實這整個的醫療量能 真的是很緊繃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有清出一些人 讓他們去返家的 或者是到防疫旅館的 盡量就是能不要在醫院裡面 盡量的把他們送出去 但是你人送出去很快又補進來了 對不對 所以現在尤其是我們染疫數字 不斷的升高 不斷的攀升當中 你說的醫療量能到底足夠 好 我們現在的空床率還足夠 能支撐多久 好 包含我們來看到了 在新北市的部分 現在新北市衛生局就說了 新北的專責病床 970床 佔床率58% 啟動如果啟動徵用的話 市府最快一週 可以增加1700床 好 這個是如果我們有 緊急應變的情況下 他們也說了 現在市府啟動了 居家照護 輕重症分流 節省一些床 節省了3000多床 所以他們說 新北的醫療量 應該是還能夠應付的過來 症床率58是能撐住的 但是我們來看到了 台北市疫情通常很嚴重對不對 現在台北市目前的狀況 這個居隔的人數 是已經來到了 14254人被隔離 居家的是佔95% 台北市長柯文哲就說了 中央公佈的醫療資源統計表 中央檢疫所空床數還有多少 1667床 但是現在問題是什麼 確診者數量增加的太快了 他說就算空床夠用 就算就像你中央說的空床率 來到61.4% 但是很有可能很快就被用完了 完整報導一起來看 本土病例單日飆破3000例 確診人數不斷暴增 指揮中心將輕重症分流 但重災區新北市卻已經滿載 佛達醫院副院長王宗倫 在臉書大喊 專責病房滿了 醫老謀也轉發 還直呼地獄景象其實很近了 目前佛達醫院一般專責病房 及家戶共69床 目前收治62床已達9成滿 土生醫院佔床率也有近8成 不過看看指揮中心給的數據 全台專責和腹押病床 總共有6144床 目前空床率還有61.4% 其中台北區和東區較吃景 只有三四成 雙北絕對比這個還低 這是全國的一個數目 但是不會說到了雙北 現在都已經完全沒有病房 但醫界出身的柯文哲 卻對中央給的數字不太有信心 我倒是有個存疑 因為他說這個中央檢疫所 空床數1660 確診者數量相當快速的在增加 空床數恐怕有點偏高 我在猜應該是很快就被用完才對 我覺得我們這幾天 確診人數增加太快了 這應該會壓垮整個 入全台會有360萬人染疫 中重症人數恐超過1.4萬人 現有的病床數根本不夠用 就怕空有美化數字 前線卻面臨吃緊壓力 介乘的茂林佩捷 台北採訪報導 我剛剛看到郵雲講說 笑死了 重症就不到一趴 結果現在快滿床了 這確實是現在面臨的狀況 因為每天這個確診數 都在暴增當中 加上現在進出一些特定的場所 是不是你要打滿三劑 你要拿小黃卡出來 所以這也讓基隆打疫苗的戰 這邊一大早積滿了民眾 有的人甚至是外縣市 跑過來想要打的 而另外在新竹火車站這邊 傳出有七位的工作人員 全體染疫 不過台鐵的部分說 所有員工都有加強 自我健康監測 加上他們還會定期的做消毒 所以請大家不用太過擔心 基隆港務公司前 民眾排隊排得滿滿滿 甚至還有不少外縣市 來的民眾跑來強打疫苗 確診人數每天暴增加上政府規定 參加宗教活動 團體旅遊 健身房 及八大行業 都需打滿三劑疫苗 民眾又怕又擔心 忙著不打疫苗 現場可說是人山人海 有人甚至等了一個多小時 你們排多久 一個小時 基隆市府廣場前也排滿人潮 大家都來做PCR採檢 疫情升溫 民眾害怕自己染疫 趕忙來篩檢求幸安 基隆強打苗跟快篩 在新竹車站內 則是進行大行銷 防疫人員背著消毒機 在車內來回噴灑消毒藥劑 因為新竹車站爆出群體染疫 分別是四名售票員 兩名檢票員 一名行車人員 共七人確診 目前匡列二十七人 二十五人PCR採檢陰性 還有兩人在等待結果中 對此 台鐵也發出聲明表示 員工都已加強自主健康監測 新竹站每日都會加強清潔消毒 也已經啟動應邊支援機制 目前營運正常 疫情多點爆發 各縣市持續加開疫苗施打戰 並加強清潮 指派疫情趨款 確診人數能逐日減少 記者朱丁龍和孟芊 王毅德綜合報導 但是現在本土的疫情 還是在升溫當中 在中央部分是緊急 召集了雙北 桃園 還有基隆等等的縣市首長 一起來開會 討論防疫最新的方針 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提出疑問 針對疫情變化 中央防疫戰略到底是什麼 國家整體醫療量 又能承受多少 柯文哲強調說 這不是衛福部自行就可以決定的 必須要提高到 國安層級進行討論 居家隔離 那要很多人去做疫調追蹤 所以這個已經不可能了 所以事實上有某些縣市提出 既然流感也只有確診者去醫療 也沒有在 流感有做什麼疫調嗎 居家隔離也沒有 那既然我們COVID-19都已經在流感化 為什麼還要去做疫調跟居家隔離 所以要提出這個疑問 那我是跟中央講說 戰略戰術戰鬥 你要先決定戰略才能決定 戰術才能決定戰鬥 什麼叫戰略 就是說大概疫苗覆蓋率才決定 最後總感染人數 那不管是韓國大概34% 那中央 我們台灣自己估計大概是20% 最後比較保守20% 那2300萬乘以0.2是460萬 也就是說在未來時間內 這460萬人要花多少時間去感染 那這是中央要決定 為什麼 因為這個太集中了 這個會超過這個社會承受度 拉太久了 影響整個國家長期的經濟發展 所以這個最適當的曲線 這個也不是衛福部可以決定 這應該是在國安級的層面去決定 所以是這樣 中央只要決定了 他們希望每日新增案例多少 這戰略決定了 我們地方政府自然會去執行戰術 為什麼 因為這個疫調 或是要做這個居家隔離這些人數 這是資源的問題 我投入的人多就可以框的多 居家隔離多 但是這個也要成本 所以不能無限自己投入這個人力 所以只要中央認為說 每日新增多少案例是他可以忍受的 那對整個國家長期發展是最有利的 那我們就在這個條件之下 想辦法去達成這個目標 所以只要中央戰略確定了 清楚了 我們地方政府一定使命必達 水神抗菌液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率酸水 所以是溫和不刺激 所以是沒有殘留 沒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會刺激你的肌膚 小朋友孕婦都可以用 我們可以到快點購來購買 也可以輸入營營的 推薦代碼 CTI 我發發號可以有折扣喔